当者无动力,无目标,无成长,你会觉得沮丧吗? 探索和坚定他们的核心价值观,可以帮他们调整方向,保持稳定。 今天用中文写自己的故事,感觉完全不一样,真正是我自己。 我妈不舒服,我调整好心情,比她更加多舒心。 测试我们的新机器,为全家人煮新东西,感觉我可以很特别地煮饭煮菜。 科技真是令人的生活质素大大地提高。 分享我的视频,自己忍不住不停地看,看了几次。 在妈妈好一点的事,都看了几次,很有feel。 在儿子今天生气了他婆婆那时,好好地照顾两家。 其实还有我老公三家的感受,再引导大家做回配合我们家庭价值观的行动。 我真是一个很好的领导。 感恩我老公,由认识我到现在,令我学习爱、尊重和感恩。 今天和儿子聊天,我们都是神派来的。 当我们可以令世界更加好,就会拥有更加多的工具。 所以我们要自己不断地进步,要越来越能够令世界变得更加更加更加好。 在我们希望子女行动和进步的同时,我们又是怎样要求自己的呢? 如果你有共鸣,就留言回应一下吧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